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导读,3月23日,英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商,洛尔斯·洛伊斯公司表示,将用于未来的喷气发动机下,目的,新型品与混合低台放燃烧式, 正装备在一台TRET-1000发动机试验机上,在加拿大进行结冰测试,测试温度在零下20度,Alexis的结冰测试将在加拿大曼妮托巴省进行,Alexis系统,全称为先进低台放燃烧系统,ADVANCEDLWEMISSIOCOMBUSTIONSYSTEM的首次运行测试是一个月前, 在英国隔壁的试验基地,Alexis系统是洛洛公司未来智能发动机愿景的重要部分,也是洛洛正在大力发展的新型涡扇发动机ADVANCEDLWEMISSIOCOMBUSTIONSYSTEM的重要特色技术, 罗罗表示,它将结合,先进发动机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客户带来收益,罗罗表示,通过不断地监测飞行,环境,条件和飞行员的推力要求,Alexis系统可以改变书,送到各个喷嘴的燃料和空气的混合比, 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NBOX和其他排放物,与目前的发动机排放水平相比,测试显示在巡航飞行状态下,NBOX的排放减半, 罗罗公司首席工程师兼技术项目主管,ANDYGE2表示, 这是Alexis项目的又一重大举措,我们的计算基数学模型让我们深入了解系统如何在极端寒冷环境下工作,而此次的一系列测试将从物理上对它进行验证,我们相信这将为我们的客户带来显著的收益,Alexis先进低排放燃烧系统ALC-SYS项目, 已经获得了欧盟CLEANSKYSAGE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动机计划的资助,目前ALC-SYS系统是装在一台TRE-NT-1000发动机上进行试验, 罗罗公司其他关键的技术里程碑海,包括Advance-3发动机试验样机,其有与ULTRA-FAN发动机相同的核心机, 已经于去年11月份首次运行,ALC-SYS发动机将使用的动力齿轮箱,在去年9月份的试验中,达到了期末马力,创造了一项航空航天的记录, 罗罗公司表示,ALC-SYS发动机,是齿轮传动,并且可扩展设计,同时可适用于宽体客机和窄体客机的动力需求, 与第一代罗罗TRE-NT发动机相比,其燃油效率提升超过25%, 罗罗公司正在发展未来20年所用的发动机技术,重点是含到比超过15比1, 纵压比超过70比1的发动机技术,工作涉及至少10个方面内容, 中压和高压压器机,IPC和HPC台架试验,Advance3核心机,高功率变速齿轮箱PGB,陶瓷机复合材料,CMC,频油燃烧式,LCD碳碳,CTI风扇,研究中心,ULTRAFAN和高温技术等, 同时,罗罗公司也在其总部,得比建设全球最大的室内发动机试验台,面积将达到7500平米,与足球长,大小相当,预计在2020年投入使用, 不仅可用于现有的TRE-NTXWB和TRE-1000等发动机,还包括未来的新型发动机ULTRAFAN,编辑。